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和不觉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 人生没有如果 只有因果 种善因得善果 种恶因得恶果 无论神通再大 也改变不了这种关系 生活中有这么几种人 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伤害的 否则会给自身带来报应与恶果 因得厚重之人 佛经中说 人若因凤阳德而不欺者 圣人知之 闲人护之 天乃爱之 人以悦之 鬼神静之 从前有位名叫相义的妇人 不仅品德优良 而且仗义舒财 常做善事 行善举 深受百姓们的爱戴 一天她到郊外散步 在路上碰到了一位猎人 那猎人神采飞扬 手里提着一个笼子 里面装着一只受了伤的刺猬 刺猬一直看着她 她觉得这刺猬有灵性 便开口跟猎人买下了这只刺猬 等猎人离开后 她便打开笼子 扯下一点衣衫 简单地为刺猬包扎一下 然后将刺猬放走了 而刺猬看了相义几眼 随后钻进草丛不见了 多年后的一天 相府门口来了一位衣衫蓝绿的老者 想要讨口饭吃 谁知却被门口的家丁 恶言相向 甚至拿出棒棍驱赶乞讨的老者 这时恰巧相义准备出门 看到这一幕 她立马上前制止 住手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老人家 人家只不过是讨口饭吃而已 你就要棍包乡家 家丁还想狡辩 相义却说道 你不必说了 去账房结了工钱 离开相府 我向某人一声积德 岂能容你 说完 上前扶起老者 并吩咐仆人给他换身衣服 而相义并没有注意到 家丁转身时 那仇恨的眼光 后来那位老者 为报救命之恩 希望留在府中做事 相义想着刚好府中 缺户里花草的 于是便留下它 老者就这样留在了相府 而从那天开始 相义不管是生意 还是家庭 都顺风顺水 没过几年 相义就成了全国有名的妇人 直到有一天 老者突然求见相义 并告知他不出三日 相府必遭横祸 让他明日必须离开 同时通知官府抓人 说完就离开了 第二天 相义连同官府 来了一场万中捉鳖 最后抓获贼人十余名 而带头的 竟然是当年 被他赶出府的那个家丁 因为被赶走 一直记恨在心 伺机报复 等到相义去找老者时 打开房门 看到的却是一只刺猬 双脚盘坐在床上 已没了气息 原来这位老者 就是当年被相义 救下来的那只受伤的刺猬 为了报恩进入府中 令相家飞黄唐达 福音子孙 因而泄露天机 没了性命 了凡私讯中说 杨善想是名 因得天报之 为善被人知 为阳善 为善人不知 为因得 因得的能量 远远大于阳善 而因得厚重的人 往往都是 乐善好事的大好人 他们一生都在做好事 行善积德 人存善念 天必幼之 因得厚重的人 自有上天必有 我们去伤害他们 就是在自找苦果 自损福德 所以遇到因得厚重的人 我们不要去伤害 而是要多去亲近 多去学习 多种福田 多多积累应得善业 对你有恩之人 俗话说 滴水之恩 永泉相报 生命中 有恩于我们之人 绝不可伤 人可以不识字 但不可以不识人 树高万丈 不忘根 人若辉煌 莫忘恩 生而为人 不管对你有恩的是 断物 还是人 千万不要做过河拆桥 卸磨杀驴的小人 人在做 天在看 当别人施恩于我们时 冥冥之中 我们已经欠下了 种种恩情 一旦心存歹念 恶念 去伤害 曾给予自己恩惠的人 因果报应 非同小可 所以 我们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常念人好 常寄人恩 同甘共苦的有情人 佛说 夫妻是缘 善缘恶缘 无缘不惧 所谓十年修得同传度 百年修得共枕眠 前世千万分的缘分 在今生修成了夫妻 这是难能可贵的缘分 这种缘分 用一辈子珍惜都不够 何况肆意伤害 报应自然来得特别快 以前有个裁缝 他的妻子善良 勤劳 每天辛辛苦苦地和他一起 打理裁缝铺 可是无论他妻子干什么 裁缝都不满意 总是嘀嘀咕咕 甚至又打又骂 后来当地官府知道了这件事 就传讯了他 并把他关进了监狱 希望他能改过自新 裁缝在监狱里 只能靠馒头和水度日 关了一段时间后 就被放了出来 但是要他发誓 从此不再打老婆 要和睦相处 同甘共苦 开始一阵子还好 好了没多久 他还是像之前一样 对妻子又打又骂 因为他忌惮官府 不敢打 便扯抓妻子的头发 妻子好不容易挣脱了他 逃到外面的院子里 他就拿着剪刀锥杆 并用剪刀和其他 所能拿到的东西 朝妻子摔去 砸中妻子时 他就哈哈大笑 没砸中时 他就暴跳如雷 百般诅咒 一直闹到邻居 赶来帮他的妻子 他才罢手 然后裁缝再次被官府 抓了过去 官府叫他想想 他曾发过的事 他却狡辩说 大人 我并没有打他 而是与他同甘共苦 官员说 这怎么可能 他可是再次控告了你 裁缝说 我又没打他 只是看见他怪模怪样 想用手去给他理理头发 可他却挣脱了我 恶意地跑开了 于是我就去找他 我把手里的东西扔下他 是作为善意的纪念 可我仍和他同甘共苦呀 我每次打他 我高兴 他痛苦 如果没打到他 他高兴 我就难受 官员听到他的话 很是生气 认为他不仅不知悔改 还用这么荒唐的理由狡辩 命人打了他五十大板 并再次关进监狱 直到他悔悟 俗话说 一日夫妻百日恩 愿意与你同甘共苦的伴侣 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他用自己的青春 去浇灌你的人生 这种福分 是你一辈子都还不清的 何况叫去伤害 那就更无理偿还 万法皆空因果不空 千万不要辜负 与你同甘共苦的友情人 大奸大恶之人 古人说 善恶到头终有报 只争来早与来迟 当我们遇到恶人作恶 甚至伤害到自己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做呢 两位高僧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昔日寒山问时德 世间若有人 欺我 辱我 笑我 亲我 见我 恶我 如何处之乎 时德答曰 只是忍他 让他 由他 避他 耐他 敬他 不要理他 再待几年 你且看他 福祸无门 为人自招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对于这样的人 我们不要去招惹和报复 进而远之 不要自讨苦吃 以免惹祸上身 心平持戒的修行之人 佛是过来人 人是未来佛 修行之人远离红尘 心平持戒 潜心修行 因为心无杂念 不碍事事 身上会自动加持一种 宁静的气场 如果伤害这种心怀众生 慈悲度势之人 必然会遭到严重的果报 而且修行之人 都是大善之人 他们会用自己的修行成果 帮助更多人受益 伤害了一个修行者 就等同于阻碍了更多的人 因为结缘佛法而受益 你可以不信佛法 但如果遇到修行之人 切不可言语不当 行为不尽 莫道因果无人见 举头三尺有神明 人心就如薄纸 皱了就再也抹不平 感恩那些对我们好的人 不伤害真心对我们的人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情不管头会过期 今夜我逃离着游戏 想找个陌生人聊些话题 关于心情关于身体 自我的梦情关于 mont辉 找个陌生人聊天 一起去感受最异 找个陌生人聊天 找个人说我爱你 找个陌生人聊天 让我能感受最弯 让我能感受最弯 找个陌生日 客人聊天 Zither Harp 我的眼如此的迷离 恍过去孤逐勇气说一句 无聊你真的好美丽 有种交情人的东西 谁都不应该去放弃 今夜我应该和他在一起 没有爱我也远离 爱着你不需要什么言语 爱着你没有道理 不爱你这和爱没有关系 不爱你我不爱你 爱着你也没有什么言语 爱着你很爱你 不爱你这和爱情没关系 不爱你我不爱你 Zither Harp 是谁在夜里惊声唱 爱情也许必生长 我愿用今生今世呵护你 我生命中的唯一 你这样唱的唯一 你这样唱算什么呢 只是就今后的勇气 不过是和你聊一聊身体 我愿意 何必讲究什么道理 何必讲究什么道理 不过是和你共产成的唯一 你跟他说特别人的唯一